一乃同胞的手足之情 早就变成一个一个鲜血淋漓的笑话 就算在客栈里 兄弟二人拔剑相像的时候 温潮也没有动过杀念 他只是想把温序带回魔族 带回禁地 然而 他的亲哥哥却对他痛下杀手 招招都要取他性命 更恐怖的是 温序在将伤痕累累的温潮 装进乾坤袋之前 抢走了他的发怪 告诉他以后时间再无温序此人 从这一刻起 淘汰李江 之后 温序顶着温潮的名字 享受着最顶级的治疗 而温潮全凭满腔的恨意 吊着一口气 若不是蓝湛心思缜密 冻若关火发现蛛丝马迹 温潮也许早就灰飞烟灭 毕竟意志力再坚强 恨意再浓 也架不住生命体征的流失 你的腿 我问过医师 他们都说可以医治 等你的身体 完全恢复之后 完全恢复之后 再做一次手术即可 虽说不能再做飞踢之类的高难度动作 可仅凭肉眼看的话绝对看不出来 在院子里转了两圈 魏无羡扶着温潮 在一处石凳上坐了下来 你很在意我的腿 你想听实话 魏无羡并没有回答温潮的问题 而是在另一个石凳上坐了下来 恩说实话 我是不在意 哪怕你瞎了 聋了 瘸了 也是我最好的兄弟 可是 你是将来的魔君 要接受魔族万民的朝拜 你总不能一拳一拐的去吧 魏无羡从乾坤带里 磨出两颗糖果 一颗包开丢进自己嘴里 一颗包开之后 递到温潮嘴边 有何不可 温潮从来就无心魔君之位 他想要 所求的 却从来不属于他 还有 你将来还要娶媳妇 退不方便的话 就会失去很多的乐趣 为了你的未来考虑 我也要把你的腿移好 到时候 你一定会感谢我今日里英明睿智的选择 这个小丁豆 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也不知道他是我的侍卫 还是蓝战的侍卫 整天屁颠屁颠的跟在蓝战后面 只要蓝战带着丝锥和锦衣回天族 他保准回尸魂落魄 落落寡欢 裴温潮说了这么久的话 魏无羡口干舌燥 可他井宫里只有那一个小侍卫 重点 还八卦无比 不污正业 如今 手边连一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蓝战回天族一趟 自己这个正牌男朋友 还没魂不守舍 他倒先落寞上了 蓝战 回天族三天了 还真的有点想他 你若想他 就去天族看看他 看到魏无羡眉雨间 渐渐凝聚的寄疗 温潮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不用 蓝战处理完手上的事 就会回来 虽说 魔君有派人来照顾你 可我对你们魔族的人 真的不放心 生身的母亲 可以厚此薄比 当漠视另一个孩子的生命于不顾 血脉相连的兄弟 可以冷血残忍到 看着弟弟的生命一点点消亡 在温潮恢复自保能力之前 魏无羡绝对不会把他交给魔族的人照顾 入夜 温潮陪着魏无羡和小丁豆 在院子里把酒赏月 小丁豆用死缠烂打 软磨硬泡换来一杯果子酒 结果没一会儿醉得不幸人事 被魏无羡提起来扔进房里 你和兰二殿下 打算什么时候大婚 我还没想好 为什么 温潮不解地看着低头喝闷酒的人 魏无羡和兰湛两情相悦 彼此情投意合 在人间的时候就 为什么到了现在 反而迟疑了起来 你不知道 我 实话告诉你吧 在凡界的时候 我和兰湛就在一起了 夜夜声歌那种 本想着 等我二十二岁生日过后 就正是和他成婚 后来的事 你也知道 回来之后 我总觉得兰湛不干净了 他和别人有过肌肤之亲 这一点 我无法接受 魏无羡抱着圆溜溜的琉璃酒坛子 一个人自珍自饮 他魏无羡是有洁癖的 还是很严重的洁癖 二手的东西 恕他接受无能 凡界的你和现在的你 本就是同一个人 见魏无羡喝得差不多 温潮伸手去拿他抱着的酒坛子 没想到魏无羡抱的死尽 他根本就拿不出来 不是不是 我问你 是不是你亲手 把魏无羡和爷爷奶奶安葬的 是那不就是 怎么能说是一个人呢 你 不喜欢兰望鸡 喜欢 你既然喜欢 为何还要纠结 你能再接受别人 还是能眼睁睁的看着兰望鸡 投入别人的怀抱 既然都不能 干嘛不试着接受他 难道 你想一辈子就这样蹉跎下去 等着将来老了后悔吗 温潮太了解眼前这只小凤凰 别看他整天喳喳呼呼 嘻嘻哈哈 其实脑袋里就一根筋 他认准的是 认准的人 就算一条独木桥走到黑 他也不会回头 魏无羡抬起头 眨巴着他那双标志性的大眼睛 委屈巴巴的盯着桌子上空调的酒坛子 一语惊醒梦中人 温潮说得对 既然不会放弃对蓝战的感情 那再揪着此位无限非比位无限的问题 不放就毫无意义 逃避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比起良辰美景 大好的时光白白浪费 等着老了 坐不动了再后悔 和自己最爱的人一起共赴云端 他不相吗 见识里 蓝战在睡梦中听到窗帘 咔咔一阵倾向不由的呼地一下睁开双眼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夜闯境事 蓝战并未出声 而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摆出一副床上人田梦正憨的样子 紧接着一抹黑影如敏捷的梨猫一般翻窗而入 无声无息地落在地上 随着一阵酒气飘散 专属于某只小凤凰的气息在静视里弥漫开来 蓝战的心跳在瞬间漏跳了好几拍 欣欣念念 妩媚私服的人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 那种幸福无法用语言表达 幸福到眩晕的感觉足以让人刻骨铭心 蓝战本想着 等明天处理完手头的事情 就去凤族陪伴自己的小凤凰 没想到小家伙自己找上门来 微无限捏手捏脚地往床边走 一不小心撞倒了秦架边三足相继 上面的镂空香顶咕噜咕噜地滚了出去 在这里上是个美国人的体系 那么你让你会想着想着 你怎么负呆呢 我还是拿到居住这里 你乱来看看